人對思念就是一種 往往你絕對已經忘記了 可是在不輕易的轉角 它又會勾上你的心頭 我覺得念念是一種念力 是一種在心頭最深的盼望 我看完其實 中間那個感動一直在翻腾 一直在翻腾 一直在翻腾 到最後那一刻 我覺得非常好看 達到我內心非常非常深處的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我自己得到的感悟可能就是 人生有很多說不得解不開 也忘不了的事情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很多解 都需要我們自己去打開 這部電影我覺得就像張姐剛剛也開心跟我們講的 我覺得她希望你帶著一顆平靜的心 然後進來好好欣賞這部電影 所以她看說就是我好想回去好好跟我的父母說說話 非常地震撼 然後讓我也想到多麼希望有一個夢境或真實的情況 可以回去跟我過世的爸爸對話 沒有想到說這電影讓我那麼感動 我覺得是一個很溫暖的片子 台灣好久沒有這麼過癮的電影 我覺得很久沒有看到那麼感動的戲 因為我覺得她很遠就是說那種衝不回去想說家的感覺 人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滿感動的 我覺得非常安穩地去敘述一個她真心歡心的東西 每一個小細節都會牽著我們去感受 因為在裡面其實用一些藝術的東西 還有一些海洋還有親子的關係 其實是可以讓你去探討很多你對身邊的一些微微的東西的過敏感 每一個人跟人之間的緣分都連結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這部作品我覺得不只是單純的用畫面說故事 張傑她真的是用畫面說了一首非常美麗的詩 其實我們跟上一代的連結呢 真的是需要有更大的一個動力跟更清楚的認同感 那我覺得在這部電影裡面會讓我們去思考到這些問題 不管是黑暗的或是不願意分享的部分 其實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會勾起你讓你不自覺的把心裡面的一些 不願意去想起的事情拿起來和解一下 對於親情的疑惑跟不解跟憤怒 其實在最後一刻都是應該得到原諒跟祝福的 你心裡面是不是有一個一直沒有辦法跟她說再見的 心裡面是不是一直有一個來不及跟她說我愛你的人 4月10號請大家看憤怒 讓我一起說我愛你 一起說再見 4月10號請大家一起提要到戲院來看你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 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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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